最近张燕龙高伟光等人主演的抗战剧雷霆战将正在播出 众所周知这部剧是根据经典抗战剧亮剑分配而来 所以不少观众都对新版的不抱有希望 而就现在播出的情况来看观众们真的是担心对了 新版电视剧虽然没有以往抗日雷剧的感觉 但也不太符合当时的抗战场景 新鲜亮丽的服装和时髦的造型 男的帅女的美 要是在都市剧中的确没什么问题 但这毕竟还是一部题材严肃的抗战剧 剧中的女护士和女兵们穿着的服饰不说多鲜艳 但都是在战场和阵地来回穿梭的 穿着小高跟鞋和紧身连衣裙真的合适吗 就算是后方的护士们 也是穿裤子更方便一些吧 而且既然已经上战场了 这些女兵们的整体素质还不如普通群众好 脚上穿着高跟鞋 没走几步路就走不动了 还需要让战士来架着他们一起走 这简直就是把公主病带到了战场上 最后还是因为这些公主们大喊大叫 导致几方部队被敌方发现 双方还展开了不必要的战斗 这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在任何抗战剧中都很少见到的 也不知道导演安排这几个女角色的意义是什么 真的就是为了铺垫男丁竹的感情线吗 这样来看 这部剧中的女角色绝对不讨好 女角色在剧中拖后腿也就是了 除了女角色之外 还有男性角色也是人无力吐槽 高伟光饰演的郭勋奎 对应的就是亮剑中的楚云飞 两人虽然长相都没得说 但表现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郭勋奎只能是没有把战场当战场 就算是被敌军包围着 依旧不紧不慢的喝着咖啡 好像在家中享受下午茶一样 真就是视周围环境如五物啊 一点没把周围牺牲的战士当人 当他慢悠悠的喝完咖啡之后 才气定神仙的走向战场 这走的那叫一个帅气十足 完全把战场当成了秀场 气宇炫昂 威风淋淋 一手大刀 一手步枪 再配上周围炮火联天的环境 简直不要太高大威猫 虽然帅气归帅气 但好歹也看看场合吧 这演绎的根本不像一个市场 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 要说高伟光的演技没什么问题 但这部剧的整体氛围 就是给人一种难以融入的感觉 光是看演员们的服饰 一点也不会认为这是抗战剧 所以观众们一点也不买账 不知道观众们是怎么看待这部剧的呢 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